再來的話就是其他部分的話請各位再延伸 因為我們其中報告就是希望說各位可以去找一些開放資料 然後首先你有一個方向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哪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 OK比如說我想知道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好不好這個議題 有沒有到底好不好 當然我們要需要一個數據說話 第二個的話到底台北市治安是全部都好嗎 還是說哪些地方也是切案非常的多 到底哪個地方切案最多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用數字來說話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剛剛是直接去下載那個資料 下載完之後的話因為我需要分析 我想知道兩個訊息一個是什麼 哪一區的切到按鍵最多 所以我增加一個欄位 第二個是哪一條路哪一條街哪一條道 那個切到按鍵最多 所以如果我能夠知道這兩個訊息的話 那我就可以做後續的所謂的報表 最好那個報表是一個視覺化 最好是畫個圖啦 那當然Excel這個地方是Excel最擅長的 因為畫圖 Excel裡面內建太多這種圖了 兩三下就可以做出來了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要如何把什麼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把 把G欄的資料分割到什麼 分割到E欄跟分割到F欄 其實E跟F呢其實來自於G啦 所以在那個什麼 我發現很多那個RAW DATA DATA裡面最大最常遇到的問題是 你要如何把你要的那個資料 從某一個欄位裡面把它取出來 這個動作 取資料喔 另外還有一個需求是 就是如何把很多個欄位變成同一個欄位 也可能他們就是分分合合的問題吧 像這個的話是什麼 分出來有沒有 另外的話呢 像我們第一個範例手機嘛 手機是核嘛 比如把三個欄位變成一個欄位 欸這是核 那其實工作裡面很多不外乎就分分合合啦 你會發現你只要把 分分合合這個問題搞定的話喔 哇那很多事情就搞定了 這是我的心得 我發現其實我做來做去 我好像都在解決什麼 如何處理資料的分 跟處理資料的合的問題 那歷史好像也是一樣 也是分分合 人生好像也是一樣 感情好像也是一樣 會不會 像剛剛講那個宅男會不會 勸大家說他可能走了 你們現在分對不對 可能過幾個月之後他又回來了 你們又合了 會不會有可能 當然題外話啦 我覺得其實很多東西是相似的 OK 所以你只要能夠 處理這個問題 那很多問題都相通的 OK 所以哲學好像就差不多啦 大概一樣的道理 OK 好 所以 那我們要該怎麼解決 後面的話呢 其實主要我大概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 我希望呢 這個區比較簡單 因為區的話呢 直接可以用什麼 用密的函數可以解決 但是呢 路接道的話 如果你用插入函數 你必須 在一個公式裡面 處理什麼問題 先處理前面的這個 區 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是里 或者是0的問題 前面喔 所以一樣是用密的 然後前面是用這個 三個邏輯 後面的話呢 一樣是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接 要不就是到 哇 那其實是相當麻煩 所以後面的話 我覺得啦 像 如果你要用函數來做 是不是可以 可以 但我是 其實我說的 不太建議 為什麼 因為其實用函數來處理 這麼複雜的事情 真的不太恰當 哪怕 可以做出來 但是我覺得 可能相對的 也太複雜了 而且說真的 做完你可能也 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了 而且 哪 其中一個環節做錯 恐怕你 也要找很多的方式解決啦 所以喔 後面我希望做出來 用VBA算了 所以像這種複雜的事情 真的交給VBA 那我這邊的做法 基本上就兩個按鈕 Sub部分 我先Demo給各位看 按下這個路接道 全部OK了 然後一個清除 OK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 這個事情 程式解出來 這個問題就簡單了 OK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插入函數 把使用者定義呢 產生一個路接到函數 有沒有 路接到的函數喔 按確定 然後給他什麼地址 他給我什麼呢 我需要的路還是接還是到 向下填滿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就全部做完了 OK 那這個部分要該怎麼做喔 其實又回到我們 前面講那個VBA的部分 當然喔 函數可不可以做 其實函數是可以做的喔 只是說喔 我想一想喔 即便可以做喔 似乎也沒有像VBA 這麼有條理 而且要除錯 用VBA也比較好除錯 因為錯馬上知道錯在哪裡 但如果函數喔 一整個 這麼冗長的 複雜的邏輯 全部放在單單一行裡面啦 即便你做出來喔 當然你用這個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做 剛剛這個邏輯喔 把那個VBA的邏輯 全部放在這一行裡面 而不出錯的話 那算你厲害了 但我覺得喔 即便我厲害 我也不要把力氣 劃在這上面 真的是 太蠢的一件事情了 有沒有人這麼蠢 有 非常多 OK 我講太直接了 不是這樣蠢啦 沒有那麼聰明啦 OK 所以有時候做事情要想聰明一點的辦法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喔 這個的話我剛好分析它的邏輯喔 所以我先一樣 一 把開發人員打開 一樣 跟前面都一樣 開發人員 然後VBA 二的話呢 我們應該要做這個按鈕 所以名稱叫SUB 所以我們 這個地方我這邊寫好了 SUB部分的話呢 你就名稱取名叫什麼 取名叫 入接到 然後按個Enter就可以了 這個SUB就出來了 OK 名稱叫這個 因為對應的話呢 就是對應到 我們這個按鈕名稱好了 OK 入接到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其實有些東西都固定標準化流程 1的話呢 我就先告訴他說呢 我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呢 For I 等於什麼呢 這地方 但你可以先寫這個清楚 For I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第二列 從這邊 我這邊先 先把這個 先 先低調 這個地方 我重新再 再來看一下 那怎麼樣去 產生圍繞的這個結果 那程式 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呢 就是兩個邏輯判斷 而這個兩個邏輯判斷 基本上長得很像 OK 那我們要怎麼 去撰寫 裡面的 東西 第一個 這個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二列 也就這一列 到最下面一列 因為我基本上最下面 當然我可以用 Ctrl向下 比如A1 油標放在這裡 Ctrl向下的話呢 他會幫我移到最下一列 讓我知道說 最下面一列是 3040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每一次 假如說你這邊都寫3040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那以後如果他資料又增加的話 或者是說你又更新的 又去抓那個最新 因為這個資料一定會長大嘛 因為他之後又有新的資料 那你當然呢 就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去 每次的話都自己填 去修改 所以喔 教過一個方法 向下追蹤 那怎麼樣向下追蹤 這關鍵跟剛剛的動作很像 你可以先把油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叫Range 其實我們基本上固定的位置用Range 那哪一個儲存格呢 A1這個儲存格 像我剛剛是把 游標放在這上面 那如果你要向下追蹤得到 那個列是哪一列的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Range A1 點後面加一個 向下追蹤的話 加一個E 它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會有一個END的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範圍的邊界 AND嘛 邊界 OK 那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按Ctrl鍵 Ctrl向下 那你前掛號一下 那你會發現邊界的話 因為Range的話有向上下左右 那它會出現什麼 你要向上呢 還是要向下 還是要向左 所以它 順序是 XL 你當然最好用選的 前掛號用選的 XL DOWN 向下追蹤 所以這個動作呢 基本上就是 等同是 我們按下游標放在A1 Ctrl向下 那向下的話 它會跑到3040 所以我需要得到3040這個資料 所以你就點一下 那個資料放哪裡呢 放這個RAW 放在這個RAW的這個屬性裡面 所以 我們就 後面呢 再加一個點RAW 意思說 幫我把那個3040那個資料 幫我 帶到這個裡面 給我 點RAW裡面的 資料就放3040 幫我拿過來了 拿過來說 其實 就會是 I等於 2到3040 那將來如果說 資料有增加的話 比如3050 就3050 會自己增加 OK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以後的話 建議各位可以 把這個記下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 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 假如說什麼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先判斷什麼 判斷這個地址 這個地址的話呢 然後我們邏輯判在上禮拜講 一幅什麼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呢 位置在哪裡 居欄嘛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Sales 的ID 豆點居欄 OK 那我要做什麼呢 幫我找找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找什麼 找裡面 有沒有什麼呢 有沒有路 有沒有接 有沒有到 所以 豆點 怎麼找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用Instreet的函數 所以你可以 或者打VBA VBA 店 Instreet 然後錢瓜 然後去幫我找 找什麼呢 找Sales的ID 居欄 裡面有沒有什麼呢 先找路好了 所以呢 我就在這裡面 幫我找那個關鍵叫路 OK 有沒有這個喔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呢 它會傳回什麼呢 傳回是 有找到 有路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沒有的話 它就回來是零 零的話就是False False的話 它就跳過的意思喔 我這邊 我這邊少打一個什麼 Sales Instreet 這個 G的後面 喔這邊喔 每次都少打這個 奇怪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找 然後的話 那底下的話呢 當然喔 一般習慣是打一個Endif 有沒有 如果 那不過還有什麼呢 除了說呢 我們那個 路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 接還有道 那實際上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 那底下的話呢 把它貼一下 這邊的話呢 記得把這邊前面改個什麼 改個Ls Ls OK Ls然後呢 如果沒有路的話 幫我找什麼 找接 其次的話呢 再去找什麼 找到 反正呢 主要是找這三個 三個訊息 那當然如果沒有的話 找接 找接 再來的話 底下有沒有 再來 這個其實你可以先把結構先打完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來一樣 這邊的話呢 這個的話就是到 那我們結構做完之後的話 不過還沒斜速喔 OK 那我要做什麼 把資料切割丟回來的動作 OK 那請各位先 先試試看好了 先產生一個Sup OK 然後呢 先了解這個 向下追蹤 並且把結構先 大家想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